在我未用另一個角度去講這個王力宏事件的時候 剛剛有一個新消息其實也是昨天發生的 就是這個網紅大貨天后叫王薇 大家所熟悉的薇雅 就已經被設了聘用她為網絡誠信宣傳大事的公告 原本是一個天后 因為她被涉及以不當的手快逃稅 現在被追稅款13.41億元人民幣 這件事終於這個天后應該拉下來了 整件事跟王力宏事件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你要講好中國故事的話是有不同的題材 但講故事就不是分析理論 而是有conceptualization和企高的維度 誰最厲害講故事呢? 介紹這位台灣的學者叫做賴岳謙 原來她不是單止說政治 這次王力宏事件她就接受了這個訪問 一個對談 她首先說出王力宏事件對全世界都是好事 這個真是一個很好的開場白 大家都有興趣想知道王力宏事件 只不過我想都是中國台灣 甚至是華人社會 怎會全世界都有好事呢? 這個就是她的技巧 首先賴岳謙分析一道 這次王力宏事件出現的 就是兩岸竟然間她們的看法都竟然間是一致 雖然之前聽阿杰說 有些政治人物或者是有些說話很厲害的網紅 企圖把這件事拉到中國的政治體制不公平 外電馬上可以搜查到 他們馬上說 他們現在搞這些叫做清單 即是說一些叫做失德藝人名單 這些真的好像跟自由市場 自由藝術 自由娛樂是不同的 好像是一手遮天 一手把刺的男 如果你把王力宏事件拉到政治層面的話 我告訴你就是薄弱 為什麼呢?因為太戲劇性了 戲劇性的分別在哪裡呢? 就是李靜雷 剛剛才查這個字 叫李靜雷 然後找來找太太 她不斷去爆料 將這件事非常之...怎麼說呢? 殺傷力很大 差不多是飽和炮轟 將王力宏身邊的社交媒體 社交圈子 家庭圈子 為飽和攻擊 這件事就已經不同了 大家的眼球就變成兩個人物 一個是失德的才智 一個是應該是受我們同情的人物 那我軒所說說什麼呢? 就說很少看到這個事件裡面 出現是大家兩個都共同 是一致 都是對王力宏有負面的看法 最近好像說他們那個社交媒體留言 幾萬還是幾十萬 我不知道 相信如果能夠有幾十萬到幾萬 這些數字 一定是大家 不是在針對王力宏 究竟是否受這個所謂的 那麥克謙就站在圍堂上去看 王力宏事件 看到這個叫做大家 兩岸罕有地對一件事情 不作互相針對或者互相炒作的一個 對立的辯證的時候 似乎大家都拉在一起 又樹立了一個準則 就說 無論是中國大陸 或者是台灣 其實對失德藝人 他們都是非常之爽氣 阿謙就講故事了 解釋為什麼 失德藝人兩邊都可以討好呢? 不是因為你是 痴大陸 或者是你對台灣人 你是不是要回到台灣避難 或者你是不是受到中國的過言 不要說這件事 大家都一個焦點就是說 由於大家 對一些才子 對一些明星 他們作為普通人 你好像我那樣 我不完美 我沒有他那麽英俊 他那麽英俊 我不懂得作歌 他作歌來我家 家庭沒有他那麽優化 所以我們一定會建立我們的偶像 我們會把我們心目中美好的形象 附託於一些 他們所謂人設 人物設計出來的 一個明星裡面 這是一個消費者權 當你如果打開了出來 不是這回事的話 你是一個騙人 就是說我們要退貨 他那幾十萬留言 我不知道幾萬幾十萬 就是一個退貨的行動 雖然他不可以 問我你拿錢我聽 我這歌是不行的 你拿錢給我 不是這件事 這事是集體 向這些失德 追逃 所以是邊探 兩項都一樣 不會有人把他政治化 打個比喻 香港很多議題 香港很多故事 是被利用作為政治議題 遠的人不要說 野豬事件也是 野豬就是 又一樣 拉高了一個所謂道德的層次 反警察 濫殺 野豬 說道德高地 就說我們要珍惜生命 這些很好的素材 變成一個 野豬的事件 於是他就可以進一步 炒作成為一個政治議題 很可惜 野豬就不會寫字 就沒有事 李靖雷那樣可以爆料 野豬會寫字 好像那些黃色思商的年輕人一樣 會按鍵盤 會爆料 這件事當然是不同的 可能搞到真的 非常火花四千 他們做不到這件事 這次賴盒堅提出一個 我也很佩服他的看法 他除了說 王力宏這件事對全世界都有好事 為什麼呢 因為 他跟這個記者說 因為中國在這件事裡 處立了一個標準 端正了社會的風氣 現在大家沒有意義 失德的藝人是不應被包庇 無論你是台灣 你是大陸 無論你的想法是綠 無論你的想法是藍 還是紅 這個標準 就已經起到這裡 大陸是最大的娛樂文化市場 我端正了這個風氣 我建立了一個標準 日後所有人來到中國市場 包括荷里活 包括外國的文化藝術 或者娛樂 都要遵守這個社會風氣 社會標準 這個也不是從一個行政的手段 或是從一個權威的手段去進行 基本上就是一個市場 市場是否接納這些藝人 剛才我解釋過 因為我們附託的美好形象 是被你破壞 而我發現你是人設的 所以我不收貨 這是一個市場的層面 我建立教授就說到一件事 還有一個層面 你們經常都說到說 中國威權、政治 好像說他們隻手遮天 但這次是有標準 因為2021年 整年 很多失德藝人 不是單止說你一個分外的失德 好像鄭索 搞什麼 袋生 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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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亿凡 其實包括這個刑事罪 關於這個男女關係的刑事罪 還有 大家想清楚我會講過 就是 有一位年輕人 竟然去《賤國神社》擺圍 這是端正的行動 所以說 整個大陸的標準是有一個系統 不是說我想說什麼就是說什麼 所以他已經設立了這麼多標準 而中國未來的一個市場這麼大 到時大家來到的話 都不能夠再做人設計這麼簡單 或者甚至好像在之前所打擊的 就說利用資本勢力來做流量的抗衡 因為吳亦凡的事件裡面 竟然有很多水軍 數以百萬千萬出來說解放軍我們也不怕 這些所謂越界甚至無謂挑戰權威 這些問題 所以這個標準立得好 所以他已經說這對全世界的好事 第一件事就是全世界好像沒有道德官 李鴻就可以了 然後有一班水軍或者在網絡裡面 拼命造勢 沒有真理的 真理就在傳媒手上 在偶像手上 大陸打破了 所以他說 賴盧說這個是非常之好的一個見證 這是一個中國故事 以前我們說中國故事 就說好像黃薇 竟然創造了奇蹟 一個普通的女生可以連入二十億 人民幣 五億帆 超過多少 然後他那個Benz的人數 還多過解放軍幾倍 很有人氣 非常強 然後還有趙薇 就是說由明星變成CEO變成古壇 這個不是中國故事 我們說中國故事 就說我們有這麼大的市場 我們有足夠的消費力 整個建設是社會的一部分 大家享受這個社會繁盛的時候 每個人都要拿出自己的社會道德感出來 這個沒有人能夠反駁 所以中國故事就在於我們很驚訝 我們很大的市場 同一時間我們用回我們社會主義的角度去說 這個不是一個放任自由 無限擴張的一個地方 因為為什麼今天有這麼大的市場 你為什麼可以享受這麼大的財富 就因為我們國家經過扶貧 經過培養這個中產階級 我們打緊牙根 賺很多外匯 所以才有今天這麼繁盛的市場 我們有自由的想法就是 你可以賺很多很多錢 第一件事麻煩交稅 這個很重要 Fair 第二 你要守你的德行 當然 你私德方面一定要守 因為你都是市場的需要 第二 對於中國的問題 你都要真的好像 一定要想得清清楚楚 你就不要去靖國神社 拍完張照片回來 或者跟一些攝日的反華勢力 走在一起 你不要當這個潮流 不要說自己不知道 因為這個起碼是一個國格 這個就是我經常說 你需要訂立了一個正與邪的標準之下 故事才可以說 那奧謙說得很清楚 中國現在非常好 順勢說完這個故事 為何中國有這個原委 是需要有這個 藝園需要有德行 需要有這個守則 他已經說了出來 我們現在明白了 這個要是合情合理 不是西方偏面說 喂 打壓 這些可能是刀落槍 可能就變成這個樣板器 你說好了中國故事的話 就不會有這些邪風 不會有些歪理出來 所以你看到 結所黨開頭只有幾個 幾十極端的 所謂的 不同思想的 網紅 他們所說的想 拉到中國的問題上 不是很成功 起碼 譬如野獅事件 剛才我講到那裡 都有野獅的故事可以說 是吧 不過很可惜 整件事不及這次 羅利宏事件 我們從辣檢教授所 講的道理 已經知道 原來講故事 就不是暗理睡覺 不簡單 所以短短的視頻 我想都是一分多鐘 大家可不可以得到啟發 大家都知道 黃力宏的事件 就說 原因抵運 和中國的故事 應該怎麼說 不是再說 追求 我是明星的發明星部 我可以找幾十億 幾百億 幾千個粉絲 不是這件事 你還要守 我們中國 一個最基本的就是 你的社會責任 你的道德責任 其實這件事 不是用行政命令 不是用權威去脅迫你 而是每個人 這個是普世價值 你說好這個中國故事 一理通就百理明 很多事都可以說